歡迎收看這支歌仔 大家暗戀想事外又有新歌啦 今次要說的是JW最新的派台歌《納斯卡線》 完全被他的歌名吸引了 到底什麼東西是納斯卡線呀? 一來就說了今集的冷知識 納斯卡線是位於秘魯納斯卡沙漠裡面有很多很多個 不知道怎麼來而有很巨大的地劃像 就像那些墨田圈 但這就是用很粗很粗的線去組織 這些線是喪斐的,整幅圖是很大 但就因為這麼大,所以一定要從高空看下去 例如坐直升機、地圖看下去 才可以看到那幅圖像到底是什麼 太近看的話,你只能看得很快的 又有貓、巨鳥、猫猴 日本人還找到一個人形象的納斯卡線圖案 全球暫時找到的大概有800幅圖 那麼超自然的現象,當然會有很多人說是外星人去做的 但也有人說是當地人的奇語、制製儀式 果然追溯不到源頭的東西是最吸引的 那到底關這首歌什麼事呢? 這首歌是由Y問填詞的 是一首說暗戀的歌 女主角跟她的暗戀對象一直都在身邊 即是很親密的 但因為走得太近,對象就只是覺得她是兄弟 即是經常聽的 女主角就覺得如果大家的距離拉遠一點 她的對象可能就會看得出真心了 就像納斯卡線圖一樣 即是要拉遠一點才知道 噢,原來是個猴子來的 這些情況我一讀書的時候就見不少了 所以如果你是身陷這個環境 你可以考慮一下用這首歌表白 嘩,什麼鬼是納斯卡線啊? 這首歌是說兩個人的朋友 所以一直都不知道原來對方在暗戀自己 嘩,那不就是我們? 所以應該沒那麼醜 JW的唱功是不需要說的 但最瘋狂的我自己覺得是威文 她竟然可以把納斯卡線拿到暗戀來講 威文自己也說了 這個題材放在一袋裡很久了 終於都遇到一個合適的melody 然後一口氣把整個宇宙在北尖釋放出來 爽啊,敢話 在IG裡面也說過 是一位想合作作很多年的歌手 但現在才是第一次遇上 她也說自己是很喜歡納斯卡線的 這首歌是由Dear Jane的bass老Hawie去作的 JW在這年半以來終於都不是唱劇集歌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找到矛盾一生關的感覺呢? 留言告訴我 最後這個系列依然是想挑戰一個星期三條片 凡是147的主要片 不便 如果想繼續知道樂台有什麼新消息 或者有什麼新派台歌好聽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 記得Follow我的IG 因為我有很多東西都不可以拍片在Youtube說的 如果是太小的一件事 就好像我之前在影片放了一些二手工具出去 然後有很多人都繼續問我是不是放 但其實我在IG會跟大家說 我已經放出了 我想和你們說到我想說的東西 但Youtube真的不適宜說一兩句又放上去 IG就可以了 快點Follow啦 Bye Bye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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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